我还能回来吗 它这个有自动接关机制 还蛮不错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 恩书20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突然登陆了Steam VR 一个吃玩铁 叫SeekWave VR 这个中文叫什么 我现在不好判定了 你们展示一个非常好玩的玩法 我们上去前面我帮我画这个 带步车 带步车走不走用 我要往前 身体往前驱动了 身体往前靠 不送恩键 是用身体往前靠 来做这个带步车 然后我们看它是一个克服恐高类的游戏 能不能安全的在高空 走就带不出 我们看游戏还是有点问题 这个轮胎好像是没有转的 哦 哦 哎 哎 哎 哈哈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让他就是在这个转弯翻车了 嗯 玩法很简单 做的但是追 利亚来说还是比较 下面城市的 我还可以回来 还可以回来 我能不能回来 好行啊这个真的是你如果恐高的人 还是有点心跳和加速啊 我们看这个下班城市的 细节做的还蛮多啊 你看这个大楼之间还有阳光的光影效果 地上来往往的车辆也蛮多 那么玩法很简单 我们就是在高楼上边操控代步车 有点像到这儿添血的感觉 好我们车马上应该显示有一个高度的距离 应该下到最低点的话 就能得到这个胜利 是不是这样 但是能不能活着下去 还是一个问题 这个高度感还是有的啊 大家在有压力 你们说就看你个人 人家每个人恐惧两个的样 有人恐高 有人恐这个海洋的这些东西 我看这一次我们解放多两个人 哇前面这个什么 没有木马 你看到 没有木马 没有木马 还有木马 哇塞 哇塞 我居然过来了 你看到没 这就是恩书嘴 强大的VR玩家 有一个这个 这VR的一个掌控感啊 我别这吹牛逼 可能一会儿就要掉下去 哇 这个是斜的 这个板子是斜的 难度越来越高了 我还能回来吗 它这个有自动接关机制 还蛮不错 不会说让你一死以后 马上就从头开始 其实我倒希望死以后 就逼迫你重开 那样才会给玩家 有一个紧张自己感 这我都忘了 把真人在游戏的重心 给拉高一点啊 就能拉回来 哎呦挺好玩的 这个玩起来就停不下来了 就一时想往前走 哎呀 但这个我觉得可能 云VR的人 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应用感啊 这个还是有任何风险的 云VR的人体验这个项目呢 还是说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那么现在我的这个游戏呢 我想看一下 哎呦呦 不能撒手啊 在戳上的时候不能撒手 都不会我的这玩意 我看到每一个固定点 会有一个存储点 都不会有这个玩意 我看每一个固定点是一个存储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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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扔进了一个 就这样 就收了 就这样 就这样 摔进去了 整个快的 就这样 这一层马克力 我最小心 过关 过了一会 还是挺有意思的 欢迎你们都来免费的体验一下 这个项目 名字会打在我的屏幕上面 好 谢谢你们关注而说 我的视频 喜欢的话记得三连 你的互动神兽集 这些人最大动力 那么下午期再见 拜拜